詞曲 李宗盛 我們 諸位點傳師慈悲 諸位淺顯慈悲 今天是我們年後第一次開班 那個是鳳梨嗎 鳳梨還有長這樣子 我們今年道運一定很旺 翁來 我們年前的最後一堂課是講到哪裡呢 下經的第二章講完了嗎 還沒有 從第二章開始講 第二章 席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親 地得以靈 神得一以靈 古得一以淫 萬物得一以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真 這個原文應該是真不是正 真有匡正的意思 這章強調得一 因為這是德經 我們講道德經 道經是上篇 德經是下篇 那我們講德到底得什麼呢 什麼是德呢 所以得者得也 德就是獲得的德 得到什麼呢 我們一般人生都是在 希望得到這個得到那個的 但是我們得的呢 都是惡 霍乎吉凶 都是分別心 那都不是德 都不是道德的德 那是德思心的德 唯有德一是德 所以得者得一耶 所以我們今天傳道呢 我們講傳什麼 性理真傳 性理真傳教育傳什麼呢 就是傳這個一 讓你得一 我們得到的就是這個一 這個一就是絕對的本體 不思善不思惡 這是一 打破對待 這是一 所以無道一以貫之 福道為一而一 連孟子都這麼說 所以道你很難去形容 什麼是道呢 道可道非常道 但是勉強去形容呢 用一來形容是最恰當的 一就是絕對的 我們傳道傳一 是傳一種觀念上的一嗎 不是的 不是告訴你一個觀念 一的觀念 而是實際的讓你回歸到一來 萬法歸一 那你在傳道的過程之中 你那個分別心不見了 分別取捨之心不見了 所以成效一 當你在平心靜氣眼看佛燈的時候 分別取捨心不見了 當明師指點的當下 我們一般人呢 不管看什麼東西都有分別取捨心 隨時隨地都有分別取捨心 包括現在在聽課 還是會有分別取捨心呢 才會分別 這個道德經講的道理好還是不好 對我有沒有幫助 還是沒有幫助 有幫助我就要取 沒有幫助我就要捨 所以這都是分別取捨心 所以只有傳道的時候呢 那是沒有分別取捨心 而且把你的分別心全部洗得乾乾淨淨 所以這叫得意 這才叫做得意 天得意以清 地得意以您 天因為有意 所以才能夠清 地因為有意 所以才能夠安靜 那麼天地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呢 有 天就我們人來講 我們人有人神有人心 人神是屬天的這個部分 清淨經裡面講的 人神好清 對不對 人心是屬地的部分 所以叫人心好淨 叫清淨 所以人能常清淨怎麼樣 天地以席皆歸 那因為清屬天 淨屬地 所以清淨呢 就向天法地 所以說天得意清 地得意寧 寧就是淨嘛 寧淨 那麼為什麼呢 可以清淨 就是得意的關係 神得意以靈 那麼 所以先佛菩薩 為什麼這麼靈驗 為什麼有求必應 因為他得意報意 很簡單 他不是說很聰明 有神通不是的 關鍵就在他得意 得意而且不理 得到意以後呢 就沒有理 一 念念不理本性 念念不理一 所以說神得意以靈 所以他才能夠靈驗 還有這個神呢 也講我們人的神也是 我們不要光想說我們拜的神 每個人生命裡面都有神 每個人生命裡面都有神 你的神呢 為什麼會污濁 人神浩清 而心惹之 因為受到很多的擾亂 所以他不清 不清澈 好像水呢 你去繳他把 池塘的水啊 你去繳他把裡邊泥沙都繳上來了 那葉障都繳上來了 所以就混濁了 那我們的神 我們講說神清氣爽 所以人的神應該要清的 問題要怎麼清呢 要依 依才能夠清 你人心如果落在惡的話呢 他就紛紛饒饒 紛饒饒 所以說呢 得意 得意以後呢 清 清了以後就靈 不是光那個神靈 你自己的神靈 這叫虛靈不媚啊 你自己的神靈 不會受到迷媚 這叫靈 靈明不思啊 有智慧 神得意靈 關鍵在得意 所以我們傳道就是傳意 沒有傳別的 這樣子呢 你自然可以有靈 能夠虛靈 虛靈不媚 這個時候呢 寥寥分明 善惡是非 不假思為 清楚明白 活得很有把握 很有決斷力 人活得要有決斷力 要有決心 要能夠判斷 當機立斷 當機立斷 這個呢一定要靈 這一定要靈 你的神要靈 那要靈就要得意 所以今天我們傳道 就是傳意啊 啊 今天下午後學 從台中回來 有一位學生 還不是道青 他要求道了 從明天開始吃素 吃三間的素 他就問後學說 求道有什麼好處 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求道 我說行而上者為之道 行而下者為之氣 我們生命裡面呢 有行而上的部分 就是你的 靈性 行而下的部分 就是你的肉體 那我們一般人光重視肉體的感官 知覺慾望 人的一生就這樣過去 他說對啊 他覺得自己的一生 活到四十歲了 就這樣過去 很煩惱很痛 我說但是你還有一個本性 你知道本性呢 每個人都有 問題是你本性靈不靈 所以靈性靈性啊 我們是有性而不靈啊 所以要得道 得道可以讓你這個本性靈起來 要得一他才能夠靈 要神得一以靈 這時候你才靈起來 他說那靈起來有什麼作用呢 靈起來你就自然能夠趨吉避凶 不用普掛 不用算命 也不用知識覺問去判斷 他這個很難理解 我說怎麼會難理解 我說我拿一個老鼠屎丟到你嘴裡 你會馬上吐出來 那是當然啊 我說你舌頭靈不靈 他說對舌頭很靈 我舌頭尚且靈 神怎麼會不靈呢 我們六根都靈得很 同樣我們還有一個神啊 很靈 我們的本性是很靈的 結果我們光舌頭很靈 耳朵很靈 鼻子很靈 但是本性不靈 但是本性不靈 所以要求道 求道要得一以後 你本性就靈 所以說 鼓得一贏 萬物得一一生 鼓就是河流啊 山鼓啊 山鼓因為有衣 所以才能夠引滿 才能夠有水 萬物呢 只能夠生長因為有衣 萬物得衣 所以才能夠生長 萬物都是因為衣來生啊 所以那個中庸裡面講得很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天地之道一句話就可以講完了 哪一句話呢 唯物不餓 生物不測 不餓就是一啊 這就是一 為經為一 那要不餓 不落兩端 不餓就是無極 無極就是老母 老母能生萬物 無極就不落在兩極啊 要無極 沒有兩個極端 要無極 所以說啊 萬物得衣以身 侯王得衣以為天下正 今天當一個王者 要想要匡正天下 必須要得衣 像我們道場中的 前人典傳師 師尊師母 都是得衣啊 所以就可以匡正天下 你看我們在座我們諸位前嫌 你會想 你在求道以前的人生 我們在座可怕得到十年以上的也不少 有沒有十年以上的舉手 十年以上的 哇你看大部分都十年以上 放假 像十年以前你的人生 回想一下 飲食習慣生活習慣思想行為法則 是不是都不一樣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我們在座位 我們在座位典傳師 彈主前嫌 得衣嘛 就可以匡正天下 沒有別的 他們聰明才智比你強嗎 不會啊 他們能力比你強嗎 沒有的 口才比你好嗎 沒有的 為什麼我們在學校受教育 受幾十年都沒有影響 書讀的越多越貪心 書讀的越多越計較 對不對 這是這樣子啊 所以復興總是讀書人嘛 書讀的多就很容易自憐 自愛 很容易自以為是 但我們道場有不同 一 我們道場是用一來教育你 所以得衣就可以光正天下 得衣以為天下真 沒有別的 其至至衣也 其至至衣也 這意思就是說 之所以能夠清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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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達到這樣子一個境界呢 就是因為一個一而已啊 沒有別的啦 天無以清 將恐裂 地無以靈 將恐廢 這個發 那是讓古字是念廢 就是破裂掉的意思 神無以靈 將恐歇 神不靈的話 就歇 像我們的神就是歇下來了 天清 神靈 天清神靈 天動地靜 天應該是動的啊 這個神是動的啊 神是怎麼樣 神是屬天的 所以天怎麼樣 天有什麼特質呢 天是屬羊的 羊是動的 羊有什麼特質呢 天行見君子以至強不息 所以我們的神靜下來 我們光肉體在動 肉體是屬地的啊 肉體應該是 常常處於靜止的狀態 就算動也要配合天來動 配合你的靈性來動 靈性當主宰來動 但是我們沒有 肉體動得很厲害 屬地的部分一直在動 跟地震一樣 地一直動怎麼辦 就地震 對不對 我們人的肉體 你慾望一直動就好像大地震一樣 震得一塌糊塗 高樓大廈都垮掉了 火燒功德靈 所以你要讓你的神動起來 神可不能吸 天無以情 這叫做失去一的話 如果失去一的話呢 天不清就會裂 地不靈就會廢 神無以靈將恐歇 那時候神呢 就沒了 你自己的神 外面的神 全部都歇起來 沒有感應了 簡單的說 外面的神沒有感應 你內在的神也沒有感應 我們現在人為什麼 災禍發生的時候都沒感覺 事實上這個神啊 災禍發生的時候 是會有感覺的 神如果靈的話 災難來的時候呢 有很強烈的感覺 尤其我們修道修久了 之後呢 自然會閃躲 神如果靈的話 災難來的時候呢 有很強烈的感覺 尤其我們修道修久了 自然會閃躲 一個例子呢 就是 在1998年的時候 大元的空難 有一輛華航的飛機啊 墜落在這個東正機場的後方 有一位譚主還跑去那邊照相 那個飛機那樣子衝下來啊 這邊整排的房子啊 他衝到這裡啊 整排房子像這邊這麼大排啊 飛機投在這裡 這邊這麼大排全部都毀了 而這裡呢 有一小排啊 只有留下來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一間佛堂擋住 啊 是發一堵的佛堂 叫聚德佛堂 到佛堂這邊呢 全部都毀了 結果那個 直徑來講的話啊 應該這個佛堂也毀掉了 因為這邊更大片都毀了 結果這個佛堂很靠近這個飛機投啊 就是沒動 只有窗戶撥了幾塊而已 有個歐利桑啊 也是在這個全毀的這裡面 有歐利桑說他平常 那個時間都在那邊看電視啊 撞下來問戲 他那天 心血來潮 跑到佛堂去喝茶 這個樣子 這就是他的神沒有歇 他的神沒有歇 他的神還有靈啊 他又跑到佛堂去喝茶 就逃過一劫 我們的神如果歇下來的時候 災難來的時候你都不會躲 都不會躲 神如果靈的話 災難來的時候呢 自然會閃躲 自然就會閃躲開來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如果沒有這個一的話 沒有這個無極的話呢 就沒有老母 沒有老母的話呢 萬物就不生 萬物不生就要開始滅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傳道就是這樣 我們要傳道為什麼 末節要來臨呢 傳道呢 這個人類才不會毀滅 地球才不會毀滅 因為還有一在 一是所有一切的生機 唯物不餓 生物不測 一是生機 所有一切的生機 你連科學家都知道了 相對論的基礎在哪裡 是絕對的本體 沒有絕對的本體 沒有相對的世界 我們傳的就是這個本體 絕對的本體 喉王無以真 而貴高將恐懼 他本來很高貴的 現在要摔下來 所以現在的喉王就是這樣 隨時都會摔下來 對不對 那些什麼部長啊 什麼 今天還是部長明天 像最近一年都換了好幾個部長 對不對 喉王無以貴高將恐懼 隨時都會掉下來 為什麼呢 沒有意義 光用聰明才智是沒辦法 永遠保持一種尊貴的高尚的位置 古貴以見為本高以下為基 是以喉王自稱孤寡不寡 所以我們一般人認為 依沒什麼無情無相的東西嘛 我們傳到傳一個依 一點都沒有高貴的感覺 好像給你一塊錢還實在一點 連一毛都沒有 什麼都摸不到 好像是最卑賤的東西啦 最沒有價格的東西 叫賤 對不對 我們講說賤價 最賤的啦 最沒有價格的啦 但是就沒有價格 所以叫無價 無價之寶 所以呢 貴以賤為本 高以下為基 所以你不要輕視它 要覺得它很低下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道是很低下的 尤其我們傳這個道 為什麼下呢 因為越高的東西越難得得到 而求道很容易得得到 對不對 你就不當一回事 尤其修道也很簡單 有佛堂可以接近 禮拜叩首 回光返照 用三寶 這都不用爭的 不需要努力的 只要有意願就好了 但是呢 這是一切的根本 一切的基礎 所以這個你看起來是下 是賤的 沒有價值的叫做賤 沒有價值的東西叫做賤 然後下 沒有高度 為什麼說沒有高度呢 不爭自得 只要沒有高度 這個呢 反而是我們生命的 不只是生命 整個宇宙的基礎 整個宇宙的根本 是以侯王自衛孤寡不孤 此期以見為本也 恢夫 所以以前的國王啊 都自稱稱孤道寡 以前說孤啊 寡啊 寡人啊 後來就沒有了 後來國王都不這樣自稱 周朝以前 周朝以前國王都自稱是稱孤道寡 我們講真孤道寡 就是這樣 孤和寡應該是不好的 但是他都稱孤道寡 這樣孤寡都是依的意思 所以侯王為什麼要稱孤道寡 因為他知道依的重要 一般人是要多啊 要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多多益善 但是呢 以前的國王呢 都稱孤道寡 因為他知道 這個才是根本 我們認為一 一是剛剛開始的 但是最下面 最下面的一個數字 是不是一 什麼數字 都從一開始 我們認為這個很下面 最少的是不是一 所以說叫見 所以又見又下 沒有比一更下更賤的 但是侯王為什麼自稱一呢 孤寡都是一的意思啊 就是這個緣故 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切的根本 不古也是這個意思啊 不古的意思就是 好像那個稻米不會生骨子 那樣不古 這意思就是無形無相的意思 一然後歸於無幾 此其以見為本也歸夫 這不就是以見為本嗎 那以一為本 以最低下的一個數字為根本 不是這樣子嗎 故自速車而無車 那這個原文是什麼啊 有沒有人有別的課本 因為這個憨山 這個很麻煩 這個憨山註解的 憨山這個啊 最近或許有去研究他啊 他的註解你們不要看 他這個是 在寫老莊 事實上在扁老莊 他把老莊扁到三界之內了 所以那個註解你們不要看 他的註解有問題 然後他這個自速車無車啊 他裡面有很多東西都改過了 改過會要符合佛法 符合佛法他把它改過 我知道這句不是自速車無車 自速慾無慾 不是自速車無車 自速慾無慾 這個段我們先不要解釋 下次後學去看那個王碧的原文啊 晉朝的王碧啊 他那個有古文版的 那我們先解釋這個 不欲怒怒如玉 落落如死 他這個自速車無車的說法就是佛法說法 佛法是說什麼 因緣合合嘛 這個莫名其妙扯進來了 因緣合合就是一輛車 你看它是車 事實上它是由輪子啦 什麼這個木頭啦 什麼的這個這個鐵桿啊 合成的 分開來就沒有了 這就是很典型的佛法說 四大甲合因緣成就 這個樣子 扯到這裡來 風馬牛不相干了 按把佛法塞進來講 這個樣子 後來很多人用這個做註解 還能用它這個註解 實際上這個註解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後來呢 他就把這個 這個老莊啊 斷定在什麼 斷定在三界裡面的無色界 事實上老莊那是超越 超出三界不再五行的 他把它定在無色界裡面 注意我們這個憨山的這個註解 那他 事實上他是屬於禪師啊 但是他的禪宗他也沒有得到傳統 沒有得到道統 因為他寫的關於禪宗 因為後覺有研究過他 關於禪宗沒有銜接到禪宗的這個祖師禪的道統 他那個禪宗事實上是跟天台宗啊 天台子官混在一起混淆不清 他沒有傳到這種道脈 沒有得到道脈 但這個人著作很多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死 他說啊我不願意呢 露露如玉 就像美玉一樣很光彩艷麗 相反呢我希望自己像石頭一樣 落落如死 就是很樸實 落落如死 為什麼沒有雕琢 露露如玉就是經過精雕細節 落落如死不假雕琢 為什麼不假雕琢 因為抱一的關係 我們人一旦抱一就不重視外在的雕琢 你一旦離開一了以後 你就很重視這些雕琢 你就會開始重視 為什麼 你離開一 就是離開形而上的靈性 離開形而上靈性 你就落到形而下的人間死 這時候你就會盡地開始重視自己的五官衣著 那麼再來呢重視自己的言行舉止 再來呢重視自己的財富地位權勢 這都是露露如玉啊 這都是露露如玉 精雕細琢 那麼反而失去了自己存厚的本性 所以他說我不願意這個樣子 相反呢我希望能夠落落如死 這落落如死這個字也是 你這樣寫比較確定 落落如死 這落落的意思是好像一塊玉沒有雕琢 它裡面還是玉 可是外面看起來像石頭 只要落 落落如死 那如死不是說你就是石頭了 是你看起來像石頭事實上是內懷美玉的 你沒有把自己的玉暴露出來 沒有把自己的玉暴露出來 用石頭來包藏的這個美玉 這就有一種報一的意思 這張的關鍵就是告訴我們 人世間最重要的事情 天地宇宙之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得一 道德經的得經 關鍵也在這個得一 而我們傳道呢 就是要傳你這個東西 讓你得一 得一呢你才能夠配天配地 才能夠清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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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叫清靜 長靜長印 能夠清靜 能夠清靜 能夠硬姬 這叫靈 一般人根本沒辦法硬姬 這個世間到處都是姬 你要硬生姬 硬殺姬 硬殺姬就可以避姬 硬生姬就可以屈姬 那這種硬一定要神靈才行 一定要神靈 而神要靈就必須要得一 必須要清淨 要清淨必須要得一 很簡單就是這樣 所以這是一個生命的根本 這叫孤寡不古 這叫以姬為本 以一為本 所有的數字裡面 最小的數字要姬 最小的數字就是一 要姬 我們講姬價 姬價 對不對 姬價出售 一塊錢最少了 這個姬的意思是這樣 不是說這個人很下賤 人格很低下 不是這個意思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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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